蔡英文的成績單是不是死當了 他還沒交捐了 出不出征2020就看蔡英文 交什麼考卷 柯文哲空頭炸藥 再度引發白綠戰火 我的成績單是交給人民的啦 我的成績單不會交給 特定的政黨或特定的政治人物 這個沒有錯啊 這個當然不需要 這是要為全國人民公布啊 不只為國政考卷槓上 講不清的台灣價值 也成前盟友柯菜堅的攻防焦點 人民都很想知道 那個小英總統的台灣價值 到底是什麼啊 對 他應該要講清楚 台灣價值 確實是已經展現在 我很多不同的政策跟市民的處理 那我是在實踐 你的台灣價值是什麼 我要你回答 我講過啊 這不是價值 在台灣的實踐就是台灣價值 想展現主控權先發制人 自己反先鬼打槍 兩岸立場中心思想 台灣價值 閃閃躲躲 柯文哲通通說不清 蹭藍蹭綠 現在緊抱著小英的大腿 趁小英 國有國格 黨有黨格 人有人格嘛 柯文哲沒有格啦 我希望柯文哲閉嘴 真的 為2020白綠徹底撕破臉 但嗆得越多 反而暴露了柯文哲更多不足 記者石文賢重演 SN小組台北採訪報導